太棒了 今天又是我們排行榜的單元 我們要討論的就是 真的沒有 有不同的生活壓力嗎 有大有小 那你的生活壓力 不是啦 那是我的家庭 我要照顧他們嘛 對不對 那你的生活壓力呢 噴什麼啦 人家只隨便搭個話而已 好的 所以今天是誰來講這個話題咧 我們就要介紹看不懂老外 到底在緊張什麼 因為老外根本沒有生活壓力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歡迎三位 當然對面壓力大到逼死自己 那都不是自己找的麻煩嗎 對不對 你逼死自己就算了 你還逼瘋別人喔 我們的聯合國新男 印象中的外國人 給人感覺都很開朗 且正面的 但微笑的背後 卻隱藏著無形的壓力 到底他們會有哪些壓力 今天就聽喜男們來討拍吧 說是哪一個國家 會對什麼樣的事情 感覺到壓力特別大呢 是的 那我們就從第四名開始看好了 第四一名是 通話街 梁佑跟 英國啊 為什麼呢 英國耶 看一下比賽 因為有很多考試或是測驗 就是年輕人的心理壓力都比較大 也容易緊張 學歷跟學位還滿難拿 就是他們的標準還滿嚴格滿高的 就一個不小心就要全部打掉重練 之前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新聞 他說英國就是長期失業青年當中 有三分之一曾經趕到想自殺 然後有四分之一有自殘的經驗 英國很多那種知名的國際大學啊 去那邊 朋友在英國生活的時候 他覺得說英國人的生活來自於 一好像 對 我覺得這些東西 真的是對他們來說是滿嚴重的 他最後一個人 他那個調查是他自己調查了吧 他印象當中的英國 蛤 這是你們的壓力嗎 剛剛這些人講的 我 我不怕土頭啊 我感覺沒有壓力啊 頭髮都在啊 對 你頭髮真的很多 他說那個三課的壓力沒有啊 去三課 在大學的時候三課 一個禮拜十個小時而已 三課沒有三課 就是老師說 你為什麼沒有三課 是忘記啊 然後沒有關係 下一次 可以這樣子 如果那個 寫網站還是考試就OK啊 那個要參加 你不要亂講 我們這邊有一個劉瑩的喔 對啊 劉瑩請先生說吧 不是你嗎 不好意思 真的是我 好是你啦 看不出來耶 可能是我的大學沒有很高級的吧 我們學校也沒有在點名的耶 就是你要去不去隨便你 可是我的學校是 寫那個SA的壓力很大 你每個禮拜都要教一篇作業 而且他的審核非常的嚴格 每個禮拜 他只要你考試通過就可以 所以我有那種同學是 開學第一天你到學校報到 然後中間整年都沒有出現 一直到最後的那個 畢業考的那個演奏會 他來了 然後彈完旗然後PASS過關 他就 這麼清楚 對 但是那是正常的 他不點名的 所以他不管你來不來上課 反正最後你成功就好了 對 他就不管 他從來不點名 反正你 他們他就是常常會有那種什麼 地鐵罷工啊 哪一條線停時啊 什麼什麼 發生很多很多問題 他也聽多了這些爛理由了 就對了 終點是付學費就好 對 只要你有付學費 因為學費非常的貴 學費很高 那如果他最後來演奏會 結果沒過 他又付了一年學費 沒過就留級 他就又付了一年學費 所以他不管你 學校還高興 所以你不來上課 還要夠有功夫底子在那裡 對 沒錯 你不來上課 可是你作業要教 你的考試要過 所以學生的壓力是來自於這個 他剛剛是 剛才錄那個VCR那個 有一個人講說是因為英國 很多有名的學校 那這些有名的大學也一樣 就是這樣嗎 一樣因為那是公共的 不是那個私人的大學 所以那個私人的大學跟小的大學 是一樣的學費 但是沒有跟美國 美國是那個 大的是貴的 小的是便宜的 英國是一樣的 都很貴 平均多少錢 一年 平均 英國人是九千塊 台幣 五... 脫歐之後 脫歐之後 三十五萬 三十萬一年 一年 一年三十萬 但是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乘以三 三倍 三倍 對 外國人三倍 英國本地人三十萬嘛 外國人三倍 三倍 還有這樣收的喔 尤其是亞洲人三倍 那你怎麼... 你富人那麼好 歐洲又要歧視嗎 歐洲人可以跟英國的學費一樣 但是過後兩年 歐洲跟亞洲一樣 英國人的三倍 不容易耶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在 去英國讀書 他說當地人 就是外國人的身分是 比當地人貴兩、三倍的學費 他覺得非常壓力 而且他說 有一個重點是 因為英國人 英國的東西那麼難吃 我還要付那麼貴的東西 那麼貴的錢 對 他是去英國 都市外市去英國吃東西啊 沒有 有道理啊 等一下 他總是要吃飯嘛 總是要吃飯啊 你不是... 我只是吃泡麵而已好不好 每天吃那個什麼 Fish & Chips而已啊 講講 你到那邊都吃什麼 我每天都吃Fish & Chips啊 因為他的東西太難吃了 竟然要三十五萬乘以三倍 對啊 他就是學費太貴 所以我就只能省吃節用 如果你要去吃什麼餐廳的話 那些我真的吃不起 是 如果吃一餐這樣要多少錢啊 台幣 大概兩百塊左右吧 正常來講 就是那種中式的餐廳 大概兩百、兩百五左右 一餐 一餐 平均一餐 所以變成說 我們留學生很可憐 我們只能去超市 我倒不如吃餅乾 我倒不如吃披薩 吃麥當勞 對啊 所以就是都是吃垃圾食物為主 他們不需要營養 因為他們也沒在上課啊 有啦 我有在上課啦 我有啦 我在大學是吃泡麵而已 有 我們也很常吃泡麵 或者是吃烤吐司 生活壓力是來自於這樣 你們怎麼都可憐啊 對 因為他們解錢都是為了付學費 不是為吃好的 他們的電視廣告 每一則廣告都是 借錢 借錢 真的 幾乎都被借錢佔據了 還是因為在英國生活費也高 生活費超級高 但是薪水不高 對 所以我來台灣之前 我是三分工作 就是七十個小時一個禮拜 我以前為了要省電費 我不開暖氣 然後就穿那個毛帽 穿毛衣、穿毛襪 睡覺 因為那個電費 對,電費太貴了 我以前有個鋼琴老師 他每個禮拜來上我的課 他每次來上課都... 就是一副很厭世的樣子 為什麼 那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他只要來上我的課 不是因為看到我 小蘭哥,不用 你不用接 你不用準備 不用鋪梗 你怎麼知道他啊 他一定這樣接的啊 你笑出來了是不是 你現在要把這些話吞下去 有多難,你知道嗎 對,你就給我吞了 講出來 我們要聽 對,他是因為 他只要來到倫敦 因為倫敦太大了 你在想辦法鑽啊 他倫敦太大了 他必須要換四種交通工具 才可以來到倫敦 然後倫敦市區的 租房子的錢又太貴 所以他只能住很遠 他住在郊區 然後他沒有辦法負荷那樣子的 交通費用 所以他覺得每次來 都只有賺一點點的錢 就是交通費貴、生活費貴 是他們的生活壓力來源 那一個月房租多少錢 大概就是七、八坪的房子 那時候是一千磅台幣 就快六萬塊 脫 所以一瓶五十幾的時候 我們一瓶五十 我那時候的英鎊是五十五塊 對啊,一瓶五十五的時候 一瓶五十五塊的時候 對,還不包括水電、瓦斯、學雜費 住、吃東西 真的很貴 就是馬上 那後排一定要很硬 那是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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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的全國的交通費 什麼生活費太多高 但是房租 倫敦只超級貴 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英國也有一些地方 是沒有壓力的呢 很多 我們社會上除了那個生活費之外 所以我覺得那個 工作是一定要的 但是工作的內容沒有重要 所以沒有壓力 比方說我那個七十個小時 三個工作沒有很好的 但是沒有關係 有錢就好 所以我目前 我目前我媽媽生的女兒 是我妹妹 跟我爸爸生的女兒 另外一個我妹妹 他們兩個有一樣的工作 在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在夜店 他們是整理那個空杯 因為他們十五歲而已 不可以在把柴工作 所以他們就是 跑來跑去 空杯... 放在把柴洗乾淨 然後就是把柴會用的 但是很多那個 酒醉的人 就是會跟他們打散 因為... 因為喝醉就是... 他們看起來是八十九歲的 所以就是覺得 那樣奇奇怪怪的工作 但是媽媽爸爸都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生活費這麼高 他們就是想要 賺錢就好 賺錢就好 我不要再給你生活的錢 所以你可以自己賺的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不會有那種社會 感到的壓力 他們沒有 我... 那時候住的時候 我隔壁鄰居是一對夫妻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兒子 那我覺得他們的家長 不會對他的小孩 有多少的期待說 你一定要找什麼好的工作 不會 你只要有 有錢賺就好 他的那個兒子是在幫人家 做資源回收空瓶子的 然後他也很驕傲 就是你問他說 你兒子在做什麼 他就跟你講說 他是在做資源回收 收垃圾的 就是他覺得OK 你只要有錢賺就好 這樣還滿棒的 對啊 他就是他不會在意世俗的眼光 他們沒有這樣子的觀念 就這樣心態其實還滿健康 滿好的 就是有一個正當的工作 好,第四名看起來 悶悶的英國 那第三名是什麼 再往上一名他就是... 美國 美國有壓力 美國還好吧 看一下 猜銷 就是消費很高 所以變成說他們會 就是想辦法多賺一點錢這樣 美國的教育來說 可能小孩子自己對未來 或是家長給小孩子的期待 是非常大的 美商公司隨時都要占經 會不會被裁員 所以都... 上半時間都不能打混這樣 因為他們工作跟上課時間 比較有彈性 比較沒有壓力 就是可以比較安排自己的時間 我因為他們就是時間一到 就是絕對準時下班 然後馬上就是出去跟朋友吃飯了 雖然事情沒做完 好像也沒關係一樣 對啊,那這樣子 美國到底有什麼... 因為有糖吃太多的家裡 美國就是有一點 就是因為大家的好日子 都有點過習慣了 然後你只要稍微有一點 比如說塞車 或是找到停車位 這種很小很小的事情 對,就會抱怨 然後他馬上就爆爆炸 他很容易就... 他沒有... 我覺得就是那個 抗壓性其實滿低的 怎麼可能 很低 我覺得至少如果加州 加州很多人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明明就這件事情發生在台灣 可能大家已經習以為常 可是這件事情發生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會一直不斷的抱怨 一直不斷的抱怨 而且那個肚力壓力有多大 他就光坐在那裡 就一直流汗 你看壓力 那是他的 那美國還有什麼 你覺得有壓力的嗎 我自己覺得... 其實美國人有很多壓力在 我自己會覺得 像我們看醫生 醫生好貴 醫療費超貴 還有一些家庭的一些... 一些關係也是很貴 因為你在美國十八歲 你已經... 你父母會覺得你已經長大了是不是 是 像我一樣 我就是差不多十八歲 我還好我媽... 爸爸讓我一起住 住到二十歲 後來跟我說 我就是要找自己的地方住 然後去外面住 然後那時候我才二十歲 還要念大學 還要去找工作 然後因為我沒有保險 就是要找一個一定要有保險的工作 然後除了這個我還要去上課 所以我一邊工作一邊上課 然後還要付我自己貸款車的錢 還有加油的錢 還有車的保險的錢 所有的這些東西變成... 在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你那時候有打幾份工嗎 我那時候是牧師 那個薪水很低 薪水很低 是一個小時才八千塊美金 但是我那個時候... 一個小時八千塊美金 一個小時八塊美金 你腳本在家裡休閒 八千塊 你錢很多耶 八千塊美金 你說不好算 這位是訴罪是不是 一個小時八千塊而已 但是說... 八 不用了 八塊錢美金 這樣子好不好 OK 但是從這個八塊美金 就是你拿到你的薪水 已經二十五%是給... 繳稅 繳稅的 八塊還要扣二十五% 對啊 所以在美國都是這樣 你還沒... 你拿到你的帳戶的時候 二十五%已經不見了 你三...七十五% 那個時間我壓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有一次我... 那時候我已經住在台灣 大概十五年的時間 然後我就回去美國 然後開車車禍 然後六個肋骨斷了 然後我左邊這個肺也破一個洞 那時候我一進出台灣 我在美國沒有... 根本沒有保險 是不是 對 我那時候 兩萬五美金 五天 就是五天 台灣朋友非常非常的幸福 你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是最近 為了那個健包的東西 稍微檢查一下我自己 如果我搬回去美國 一個月要多少 算一下 算一下 三百... 三百塊台幣 三百塊 你講的這是在... 三百塊 美金 三百塊美金 然後那個一個月裡面 就是如果要看醫生 就是一次一百塊 我要另外一副 再繳一百塊美金 再繳一百塊 對 所以那個類似是保證金就對了 然後如果賣藥 每一種藥 我要五十塊美金哦 我的天啊 好過哦 幾百萬就對了 我是覺得美國的一個人 他的壓力是 就是那些比較窮的人 比較需要的服務 他們完全買不起 比方說另外一個是 那個大學的費用嘛 因為在美國 你要好的工作 你一定要讀大學 要不然很難賺錢嘛 可是大學的費用 非常非常貴 我有一個朋友 他要讀... 他已經畢業了 可是他那時候在考慮 要不要讀那個... 牙醫的那個大學 很有名的 但是如果他要讀那個 從那邊畢業會... 一千萬台幣的那個學貸 一千萬 一千萬台幣 一千萬台幣 念大學十年要一千萬 那是多少美金 三十萬美金哦 對啊,他講話 好貴 那不然你要多少錢 三十萬美金哦 不然你以為我們在驚訝什麼 但是有另外一個方法 他說如果他在考慮 他也可以上那種 軍...軍隊的那種大... 我不知道 軍隊的那種... 西點那種 如果你跟著軍隊學那個牙醫 就不用錢 或是會很便宜 但是你要做那個 你要去國外一些軍廠 在那邊當牙醫 其實很多人是為了... 為了這個問題 就是彈下... 就是變成軍人 因為如果你當軍人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十八歲 我媽給我一個決定 我畢業高中 他們說你有兩個決定 第一,你可以去念大學 第二,你就是要當軍人 我很多朋友 他們為了這個學生的貸款 畢業之後至少四萬美金 所以大家很多人... 四萬美金 很多人都說他們 美國的社會新鮮人 一出社會就負債了 負債了 對啊,一直都在還學貸 你看第五名是誰 來,第五一名 德國... 對,看一下VCR 小國人小時候爸媽他們 都會讓小朋友去參加 就是各種不同工作活動的體驗 以... 德國人的小朋友壓力 生活壓力很大 德國女性除了工作還要照顧家庭 就身兼多子這樣 感覺他們生活壓力 然後還有他們個性上 是比較一板一眼 然後做事也是比較嚴謹的 德國人感覺比較一板一眼 然後比較嚴肅 所以會覺得他們感覺 可能在生活... 在工作上面就會比較嚴謹一點 對啊,壓力比較大 對小細節都很苛求 然後生活比較一板一眼 德國人真的對小細節都很苛求 是,可是我們從小都習慣這樣子 所以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子做事情 反而我覺得壓力沒有那麼大 因為你很清楚大家要的是什麼 像我覺得台灣反而壓力比較大 因為可能一個人講這個 可是他要求的是另外一個東西 標準不一樣 對,所以你可能在台灣要想一下怎麼... 你要比較注意到大家 可能畫中有畫的那種東西 可是我們德國就直接講 我覺得... 很直接啦 對... 是他們的習慣了吧 我覺得是... 對,他們真的 他們都是一板一眼的對不對 德國是非常非常一板一眼 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去亞洲那個背包旅客的時候 就是超多德國人對不對 所以那是... 我在馬來西亞的 我旅行館的 屋丁的有小酒吧 但是早上他們是那個... 有早餐可以吃的 我看到三個德國人 他們就是... 就是看 他們是... 那個... 就是... 八館那個全部的細節 旅程的細節就是... 我們今天是要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 那是過後一天 我是在看到他們 一樣的 就是看... 今天是... 這是怎樣 然後... 但是一樣的地圖什麼 就是一樣的旅程 第三次是當天的晚上 在我們旅行館的酒吧 再一次 他們三個還是把握那個眼格 就是... 什麼什麼什麼 要是看 我就問他們 你還好嗎 需要幫忙嗎 他們說 我們... 就是不習慣這麼輕鬆的那個狀況 我們是習慣了工作的 一定要那個... 那個八館全部的細節 就是... 就是怎樣 就是他們的壓力 旅行你們都要這麼一半一眼 他們的旅程就是... 那個一半一眼 全部的 你們是不是無法... 沒有行程 然後自由行這樣 他們要拉回合 不一定啦 家庭... 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我有... 我有幾個德國朋友 他們去那種當背包客 所以他們也沒有什麼規劃 但是如果你有家庭 或是有女友 或是他們... 我們通常會訂一個飯店 然後我們要規劃一下行程 跟台灣也差不多啦 我覺得 不會耶 台灣真的是可以接受 沒有選擇 說走就走啊 對啊 是嗎 我跟我台灣同學去旅行 他們也都規劃好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一直跟夢多去旅行 你只逼他們去規劃好 沒有,我反而比較彈性耶 我說我們要去那邊 我說他們都是...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老實講喔 我們三個去美國囉 對啊 我們還沒去美國之前喔 他說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就要去 然後後來我就辦一個規... 一個行程 我說我們... 我們先飛到羅山區 我們到了三天 那我們在鳳凰城 然後就開車去那裡 這樣子 已經排好了 我們坐飛機的時候 他說 你現在要不要哪一支筆拿出來 然後把所有行程寫出來 還比我們... 我們坐飛機的時候 他一直這樣子 然後他說 然後我們就是第一天在哪裡 然後我們在... 吳京三要幹嘛 要不要跟... 要先排一下 要先排 不想說 有... 有那麼重要嗎 我們就慢慢來 對,我們本來就是我們去 旅行放鬆 對 他超級的機道爆 我們剛剛就講了說 美國跟英國啊 那個繳稅的部分 對,沒有 我覺得你報名 我不知道英國的稅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 德國的那個納稅壓力非常大 像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哥哥那時候是讀大學 那讀大學的時候 他就是打工 比方說薪水 大概四萬台幣 然後他畢業了之後 他就有比較多的時間 那家店跟他說 那你要當全職的嗎 從二十幾個小時 二十五個小時 變成四十個小時 那我哥哥算一下 錢 睡前的錢 會從四萬 然後四萬 變成六萬 聽起來不錯 可是他... 他算了... 他算了... 如果這樣子薪水變多 他的那個稅的比例也變多 他可能從二十五趴 變成三十五趴 四十幾趴 所以他算了之後 因為你的錢多少在往上 所以算他... 算納稅 就是扣稅之後 只差五六千台幣 那台... 不是,德國收到最高的稅 是不是 五十趴 一半啊 而且... 沒有,重點是 我覺得那個還好 因為... 那個... 你比較有錢 你也不用趴那個錢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只有一個月可能四萬五萬台幣的話 那個其實在德國並不多 可是那時候也已經有三十趴的稅 所以你賺五萬 事實上拿到也是三萬多而已 所以那個壓力非常大 對,還要付房租嘛 不是... 對啊 所以一定要有車子 所以如果你在德國沒有賺大概八萬的話 你生活會很辛苦 可是國外好像都這樣 就美國啊 歐洲啊 都是這樣 稅都好高 台灣的平均的稅哦 十八趴 全國的每個人的平均 德國的平均好像四十趴 平均哦 所以... 所以非常非常重 所以你剛剛說的二十五趴 我覺得美國還很輕鬆耶 哇塞,德國那麼重哦 對啊 講完以後覺得美國好輕鬆 對啊 那你們覺得德國的男生跟女生 誰壓力比較大 我自己本身會覺得 那個女生的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那時候我又認識一個德國朋友 然後他就... 他有工作 然後他老婆也有工作 但是這個男生 他的薪水也算是還滿高 然後他那時候是工程師 所以他拿的錢是不錯 然後就直接問他 我就說 你薪水賺那麼多啊 然後老婆那麼辛苦 還有兩個小孩 那為什麼你老婆還是要在外面工作 不如就是讓你老婆帶在家裡帶小孩 送他們去上課啊 也可以教他們... 幫他們寫功課有的沒有 他說 老婆沒有工作 在德國不行... 我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老婆不能在家裡 說這些東西就好 每個德國人都賀少俠對不對 不行... 因為他們講話... 他們都這樣 反正... 他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在德國 如果老婆沒有工作 好像是別人會看他 好像是他是完全沒有用的一個女生 我不知道他是... 這可能太大了吧 不能讓他們家庭主婦的嗎 我...沒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也是女生 對自己的那個自尊心的問題 因為女生... 德國男女盡量平等嘛 那德國女生就是覺得 他們... 不想要太依賴男生 像我媽媽還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時候 他前我出生到六歲的時候 他都是在我爸爸的店幫忙 沒有真的薪水 他完全一直靠爸爸的錢 那有的時候他就這樣子吵架 他說自己要多一點錢 爸爸說錢就是那樣啊 那怎麼多給你 那你要更多的錢 你可能要自己賺啊 我沒辦法再分啊 那女生就覺得這樣很煩啊 一定要自己賺錢 我才不需要一直跟老公納錢 就自己鼓勵了啦 他們是為了自己面子的為了 但我覺得一個有錢的男生 也會願意照顧老婆 所以也是有這個案子 就是說他願意結婚 成了小孩就當全職媽媽 對,可是那個 德國的稅真的很重 除非你是很有錢的人 通常是兩個父母 都需要工作錢才夠 對 這也是壓力很大 對啊 我們來看第二名 讓我們來往上看 第二名 第二名 哇,壓力第二名大 日本怎麼才是第二名 我以為是第一名耶 不會咧 婷婷他們怎麼說 他們上班族只要下班 都會聚在一起就是 一定要喝酒 一定要去聚酒 所以我覺得他們白天 壓力應該都很大 聽說他們 工作的時間很長 所以看到他們代理 比較大 日本競爭力很強 然後工作時間感覺很長 我聽過老人家講一句話就是 日本人是 有勵沒手 對,然後這個意思就是 很有禮貌 可是其實內心裡面 超腹黑超黑暗 他們社會階級很明顯 然後就是可能 平時要遵從的禮儀比較多 他們就 對客人都要畢恭畢敬 然後壓力好像很大 感覺日本人他們就是 禮貌這方面感覺非常的要求 所以就會讓人覺得說 很有壓力 日本人心裡真的很腹黑嗎 對 對 還有什麼不對耶 沒有啊 其實說真的 我說真的 今天就是我這時候 我說真的回答 其實真的日本人... 之前都是假的回答 對,都是假的 好 東京人很棒哦 不是啦 其實我說真的 基本上日本人都還滿善良的 就是說有表面 有可能是很有禮貌 表面善良 對啊,我是真的 因為那個... 譬如說想想耶 真的有善良、有禮貌 有什麼不好呢 好奇怪的問題耶 剛才很多的指控 其實之前我們也都談過啊 就是說你們如果下班一定要應酬 不去應酬就是壓力很大 不是 上一次有一個新聞 因為那個上面的人叫下面的人 所以今天一定配我喝酒 就是已經下班了嘛 對 所以就是我沒有... 就是不用去也可以 沒有義務要去嘛 可是有些人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你今天公司有應酬 你可以選擇不去 可是往往都是那個男人覺得 我如果沒去應酬 我很丟臉啊 對,我就是有認識一個這種日本朋友 他那時候 因為他老婆要生小孩 但是他老婆生小孩的那一天 他有出現 其他的時間他都不在 然後都不配老婆 然後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說其實你誤會了 不是我不想要配老婆 是老婆覺得如果我一直陪他 我沒有在外面上班 是不是很丟臉 因為就是... 例如說我帶他回家 或是認識他的... 他老婆的爸爸媽媽哪一些人 然後聽到這件事情 他們會覺得他也是一個 很沒有認真工作的日本男生 因為你們太愛面子 是不是 不是,這個是責任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譬如說 那個生小孩那一天又可以陪他 但是基本上說真的 你講沒錯 如果就是生完小孩 我們還是要工作 然後就是主要的是 因為是那個社會的責任 因為我們就是丟一個東西 我們完全好 不可能說... 因為生小孩... 生小孩是我們的理由啊 對,就是跟公司沒有關係啊 所以就是我們要... 工作還是要做好 可是我覺得日本在第二名 我很訝異耶 因為我以為他是第一名 我會給他第一名 因為我覺得日本人他們只要... 我覺得他們如果沒有在玩樂的那一塊 他們本身的生活就很像喪屍 你知道嗎 對 他們玩樂也像喪屍 對,他們... 我覺得他們沒有那個中間職啊 他們要嘛就是變喪屍 要嘛就是變瘋子 對 因為他們只要一下班 就頂帶綁著筷子夾著 下班就是解放 對,然後就是褲子一定要脫掉 然後在吧台上在那邊跳 他們下班就是回精神病院 對,就很瘋狂 然後常常就是可能瘋到太瘋狂 然後就不回家躺在...就瘋到 躺在輕宿車站門口一大堆 對,就一堆上師這樣子 然後常常又一堆 又去上班又去上班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壓力好大 這個有理 基本上... 因為我雕塑過 因為就是一門... 你也是社會觀察家 真的,我雕塑過 戴眼睛,快點那個... 快點我眼鏡給他 你講得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同情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上下來的 所以必須要付那個房子費 然後必須要付錢給家裡 必須要就是要看那個 魔神人那個比較禮貌 就是日本人才很尊重禮貌 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壓力很大 跟台北一樣啊 譬如說高雄台南 就是來到台北 也是自己付房子費 然後就是一開始不熟嘛 台灣人是比較好一點 是台灣人比較熱情 很容易變成朋友 但是日本人不是 而且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啊 有人戴這個眼鏡 眉毛在框裡面 因為那個我選到外國人 我之前去那個日本玩的時候 我在路上幾乎沒有人呼叫 因為曾經我遇過就是 有一個日本人在走路 然後拿著咖... 有一個日本男生走路 以後拿著咖啡 以後碰到那個女生 以後不小心把那個熱咖啡 碰到那個女生 但是日本人... 就是那個日本女生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 怎麼大聲大叫在戒傷 但是反而這位的人 就是覺得那個女生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說那個女的 已經被熱咖啡潑到 他還不能叫哦 他還要憋住... 對耶,你講到重點 因為我們在路上... 就是在那個路上 就是那個公... 是很公司的地方 或是還有其他的人在... 公共場合 公共場的地方是 我們真的不能講得太大聲 可是他被熱咖啡燙到耶 沒有... 不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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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能是那個壞人啊 就是我們會誤會 而且就是在路上叫大聲 是有一種就是很... 不禮貌的事 如果是壞人把咖啡 倒在你的身上的話 就是... 沒有啦,不一樣啦 如果在街上有個小偷 忽然間把刀插進去你 我會這樣... 所以我一代一代的...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 不能叫 那路上被怎麼樣不能叫 那這不是... 不是... 夢多 不是啦 撞到了 不是吃汗嗎 應該是不是 所以在路上被搶錢包 你會這樣 無聲的叫 這好是啦 不是啦 一絲絲 當然是自然發言 OK 但是就是... 你的音好高哦 講完之後 我不能說 為什麼你沒在看我這件事 所以很多人 這個女生是神經病 所以要自己戶住自己的嘴巴 對 所以電車吃汗才可以這麼氾濫 因為在電車裡那些女生被吃豆腐 他們都不敢叫嘛 所以電車吃汗是真的嗎 不敢有什麼場面對不對 你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來回答我們 你之前在做吃汗的時候是怎麼樣 我那個時候 上手線的時候 先那個拔進他的旁邊 然後游走 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講得有道理 因為日本人是不敢講 講得有道理 對 因為那個不敢... 不敢叫 叫 對 那假裝我是電車吃汗嘛 如果我... 他是乘客 對不對 那你會怎麼樣 不是 你要從... 你要從接觸開始 開始摸 對 預備 小楊哥指導 怎麼演 對 先從接觸 接觸 我現在有唱歌耶 不是 你最高興耶 好高興耶 你真是興奮啦 你真是興奮耶 你有在高興 你在幹嘛 就是想要叫 但是... 想叫又不能叫 我現在找人有沒有看到他在摸我 所以第一個是才要找... 你在幹嘛對不對 對啊 他是 要叫別人看是不是 可是很巧的是 整車都不會有人看到 而且在... 沒有 沒有這件事 一起摸 你很高興嗎 不是 夢多 在日本的... 在東京的捷運 你也不可以... 不可以打電話對不對 不行... 包含的話 你要傳電話給警察嘛 你被赫少俠傳染 然後不可以打電話 你不可以打電話 如果這樣電話... 不行打電話 你... 講電話剛剛 現在 喂... 被凳 好複雜 沒有那麼誇張啦 好複雜 沒有那麼誇張啦 怪怪的 他的戲好有層次喔 我都內心戲了 你現在罵我講電話 以為他會被摸 他又很高興 一直在轉折 因為他有長演這種戲嗎 他有經驗 對 有經驗 他是說真的 我們是不再敢講... 講出來 其實只有女生不願意講 男生如果碰到這樣的事情 他可以直接講嗎 不會 日本現在大部分平均 得憂鬱症的人 或是在看心理醫生 很多嗎 很多啦 而且台灣這時候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點就是說 你看下班之後 可以找朋友吃宵夜 或是去唱歌 但是你看哦 你看自己想一想 台灣的天貴也好了 唱歌的包廂為什麼那麼多 那麼大 因為你們會找朋友去 對 為什麼日本的KTV 房間那麼小 都自己唱 對 好可憐 好可憐 自己一個人在裡面 要有一個人可以唱的 就是頂多兩張而已 在裡面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 日本 我說 他說真的是通勁比較會的 我們九州跟台灣比較像 但是主要的是 我們沒有辦法發現 就是私底下 你看就是 你看比如說 我那個私底下 今天錄影不開心 我打電話那個小鎮啊 小兩個今天怎麼那麼不好笑 我都可以講嘛對不對 這個東西都可以講 小兩個怎麼那麼小 都可以講嘛 然後我就會說 你還不習慣嗎 對 我已經連資商人了 沒有別人的意思嗎 像這一種的開玩笑也可以 他是日本人不行 包括節目也是 如果節目上 就是講前輩的壞話 我馬上去道歉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放鬆 不能做效果 可以 可以做效果 但是你講完要道歉啊 對 其實他如果 他真的不開心的話 我沒有下一集 對 他們 就是這個 我就是要講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我覺得禮貌 適度的禮貌可以 可是你不要超過 會有壓力 我上次去一間 在伊豆的溫泉旅館 它是一間非常好的溫泉旅館 那我們整個外景隊一進去哦 那個好像是 類似叫女嫁還是叫什麼的 就直接在門口 然後跟我們歡迎光臨 是跪在地上 然後是這樣趴著 我真的我覺得 我當下頭暈耶 而且因為有一些 真的是年紀還滿長的 就是年紀很長的 就是大概五、六十歲那種 然後就是帥隊 然後趴在地下 歡迎整個外景隊 你也知道有時候 外景隊那種攝影師 就是青菜籤那種短褲什麼的 大家繼續全部傻眼 然後我們只好跟著 就是九十度敬禮 然後繼續拍了之後 我們先拍那種懷石料理 那個桌上 就是大概都是十五個碗 十二個碗那一種 我就仔細看 他們服務生在擺盤的時候 每一個碗的角度 花樣 全部巧得一模一樣 然後我在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女將就在旁邊這樣看我 我真的食不下眼 我連搞笑我都很難 我就是吃起來 然後吃得很文雅、很優雅 我好有壓力哦 因為我就一直很怕 她覺得我在吃她的東西的時候 把她的東西弄得不好吃 不禮貌 這樣就算了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她是整個溫泉旅館的人 工作人員 全部出來拍成一行 然後我們遊覽車要走了 她就開始九十度就這樣子 就這樣盡力 然後 壓力太大了 那個旅館是在山上 我們那個山路是S型 我們就想說 他們等一下就抬頭了啦 就是頂多你鞠躬也幾秒鐘而已 沒有 我們那個車就是S型 然後繞到第二個彎 瞄得到那個旅館的門 他們頭還是彎著 大概已經十五秒鐘了 然後在第三個路口 他們頭還是彎著 還是其實他腰閃到騎不來 對啊 一排也可以閃 十五、二十個人 我們就這樣 只能這樣一直揮揮揮 我跟你講大概一分鐘 就是一直救濕度 有啦 Yakuza對他們的老大也是這樣子 對啊 很奇怪 壓力很大耶 沒有啦 這個你們自己想一下哦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就是幹嘛去日本 那在日本有沒有壓力的事情嗎 怎麼可能 我覺得有 以大學生的立場來看 我有看過一個雜誌的調查 因為我看過那個很... 就是很莫名其妙 九至五趴的人 就是一畢業就有工作 屁啦 真的嗎 真的 九至五 九至六趴 那麼多就是那五趴 對... 對啦 對 以後我有一個朋友 日本就是我們在討論 那個未來要做什麼嘛 以後我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突然插話說 他不用擔心 他暑假的時候 去日本實習過後 他現在已經有工作了 對 只是工作好跟不好而已吧 什麼工作都有 但是就是好跟不好啊 對 其實你講的也沒錯啦 如果就是沒有選擇工作的話 可以 你看現在那個 日本的人口 就是國民的人口越來越少嘛 對不對 對 但是就是你看 現在是很多外國人來日本逛逛 所以就是日本的情境沒有不好 很多日本的壓力的演藝就這樣啊 沒有選... 沒有辦法選擇工作 很多人是... 像那個我們演藝圈的 就是如果喜歡這個工作 不一定可以賺錢啊 但是日本的不缺工作 但是不一定會喜歡 了解 對啦 就不同的壓力 是 好 我們第六名看是誰呢 那就是表示最沒有壓力的 最沒壓力的 最沒有壓力的 西班牙 這還需要說呢 西班牙好開心 你說啊 步調比較慢吧 生活步調比較輕鬆一點 我覺得西班牙的人 總是把事情留給面在座 所以他們都覺得說 事情留到隔天做就好了 所以讓我覺得說 他們的壓力好像滿小的 我認識的西班牙人 他們就是感覺就是每天都在喝酒 你永遠都不知道 他們到底有沒有在工作 然後他們的那種個性 就是都是那種 明天的事情每天再說 我今天就是時間到了 我現在要去喝酒了 不要煩我 西班牙的話 他們的壓力不夠大 所以 他們的 國家經濟快到了 應該覺得說西班牙的壓力是 對啊 像一塊可以混過一天又一天 怎麼樣耍新招 其實我要先說 我已經對這個地位有感情了 因為 每個禮拜我們都拍在最後一名 其實 其實 如果名字往前 你不習慣對不對 你真是個念舊的人啊 上個禮拜被法國搶走 最後一名 我覺得好難受 很難受、很嫉妒 其實... 等一下 我查了那個國際機構的排行版 我們是全世界最有壓力的國家 因為我們用四個因素來看 治安、食業率、收入跟貪污 歐洲最貪污的政府西班牙 收入最低的政府的國家西班牙 治安最不安全的國家西班牙 那我們就是壓力最大的國家 也有道理耶 謝謝 謝謝 你還說專吃也滿有道理的耶 分析滿棒的耶 因為你住在那邊自然不好 然後經濟都不好 對啊 真的也是 又沒工作 而且你真的被犯罪了 你又不能去找政府 又不能叫 會被吃案 他的分析 簡單、惡藥比夢多好 非常的多 夢多搞了半天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對啊 沒工作你們每年都在幹嘛呢 再假設這個 我們沒有事做 不代表我們沒有壓力 我們是每天要面對 二十四小時的休閒時間 而且... 你給我下來 你現在嘴巴給我 我姐也是 好 我們娛樂的活動也是很有限的 我們沒有收入 所以我們大概每天只能說 大概三個事情嘛 那我每次回到西班牙 就壓力超大 因為我早上就睡到中午 所以下午 睡午覺就睡不著了 你打他好不好 你打他 等一下我... 睡到中午 然後下午又睡不著 對 這是他的真我壓力 可是我跟你講 這是真的 這是沒有壓力的壓力 這是真的 因為前陣子浩子在西班牙 他在巴塞隆納 我就有跟他聊天 我就問他說 最近過得好不好 他說 我就問他說 你不是在放長假嗎 為什麼壓力有點大 他就說他現在每天呢 就是去廣場曬曬太陽 喝喝紅酒 然後散散步聊聊天 去河旁邊 然後陪小孩 他說他壓力很大 因為酒太多 他不知道要喝哪一瓶 朋友哈拉跟... 我是每天跟童洋 二十五年的朋友哈拉 他們一開口 我就聽力了 就不想聽了 除球我也不喜歡看 那我每天怎麼裝滿 二十四小時沒事做的時間呢 壓力超大 對,壓力很大 好,我們來第六名西班牙 聊得大概有點上火了 是 所以我們就來聊 是因為佩德羅的關係嗎 真正壓力大的韓國 恭喜韓國 你看一下 VCR 對,自己外表要強很高 然後如果可能 長得就沒那麼好看的話 可能就找工作有點困難 他們好像都應酬到早上 四、五點 然後都會有上班族才剛回家 他們補習都補到很晚 聽說他們壓力 課業壓力很大 韓國人的生活壓力非常大 因為父母讓孩子都靠一百分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一個 自我要求很高的民族 而且其實近年來韓國的失業率 也是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他們年輕人 對於未來的就業 或是生活環境的不安全感 是比較重的 社會階級也嚴重 然後上班壓力又大 然後他們... 所以他們自殺率超高的 不是嗎 最近韓國人失業率有很高嗎 對,韓國的失業率高 但是那個問題不是沒有工作 因為韓國人是愛面子的關係 明明就有工作 但他不想不去工作而已啊 你現在是愛面子才這樣講嘛 是不是因為這工作不符合 他身分地位 所以他就不想做 對... 他們覺得就是... 我有大學畢業 我還要做這份工作幹嘛 對,這樣的想法就是造出 那麼多的失業率 對 而且我很開心 每次來當分級賽 我都是第一名 到了 每次都是第一名 你跟西班牙兩個 要不要手牽手去喝酒 我真的,今天晚上要約一下 真的 我覺得韓國人就是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互相...就是那個... 如果他有這個車 我一定要更有... 要有更好的車 你們就拜在一個愛面子啊 難怪你們女生都長得一模一樣 因為他有那個鼻子 所以會要一樣的鼻子 是這樣子嗎 對,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哦 所以同儕之間 比較的壓力比較大 對,因為我之前有一個 我的爸爸,朋友 我爸爸那時候買了一個新的車 但是那個有一個 爸爸的朋友 明明就是沒有很多錢 連自己的房租 就是也... 連自己的房子也沒有 但是他看到我爸爸買車 他就買了更好的車 他都是貸款的 對啊,為了那個面子的關係 要花這個錢 你把你爸爸的朋友 這樣講出來好了嗎 沒關係,他弄不弄 那大家的觀察呢 沒有,其實我覺得他講的是對 因為我自己也這麼覺得 因為我有認識一個韓國朋友 然後他那時候是... 他跟我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畢業高中之後 他就是要準備考試 大家都一樣 要考什麼工作 那他就是每一次考 考不上他想要的工作 因為他想要考那一種很大的公司 例如說Samsung之類的 但是他考不上 就一直考一直考 然後最後他就沒有去工作 兩、三年都一直沒有去工作 因為他覺得 如果考上這個小公司 就是很沒有面子 大家就看不起我 所以他寧願沒工作 寧缺勿爛 他寧願沒工作 他也不要去隨便一個公司 他奇怪的理念 就是愛面子 老梁啊 是怎麼了 我覺得你最近白頭髮變多了 沒有辦法 因為白頭髮就是晚上都睡不好 你知道嗎 壓力好大 之前還好啊 怎麼最近壓力那麼大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兩年 就是剛好壓力很大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兩年 不就是你剛好認識你老婆 然後結婚跟生小孩嗎 你壓力大到這樣喔 怎麼有顆粒 你老婆有生小孩 但不確定你有沒有 有 你起身了 起身 所以這真的是 每天大家壓力真的好大 對啊 所以今天要講的話 我們到底壓力有多大呢 我們就請到了我們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他就是 沒有戴他那個髮戴 他腦子會散開 我們的杜思梅 第二位 國際巨星 但是攝影棚也要戴墨鏡 你看壓力有多大 壓力大 第三位不用介紹了嘛 對不對 他妹妹在 他的壓力有多大 對 歡迎愛波 真的 天天把壓力當作動力 歡迎我們台灣團的代表 歡迎三位 謝謝 謝謝 有 那這邊就是壓力的來源 他們是抗壓力弱到破表 完全沒有壓力 我們聯合國新男 歡迎 歡迎 現今忙碌多變的社會環境裡 人們在生活上 有太多無形的壓力 而這些外國新男們 對於台灣和自己的國家 又感受到了哪些壓力呢 製作單位很精心的 他也整理了一個板子 老外眼中台灣人壓力超級大 第一位就是夢多 到底是什麼壓力呢 請看 爸媽當眾罵小孩 對嘛 我跟你講 像那個日本人當然就是說 是罵人家 但是呢 我覺得是台灣就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像日本人就是大家吃飯 餐廳的時候就是 小班牙不太會跑來跑去 那就是說如果罵小班牙的話 就是小聲 過來 不行吧 這裡就不行了 對 靜靜地 這裡 這兩個小孩會聽啊 對啊 會 會 沒有 我跟你講 台灣就是 第一個 比如說 大家比如說吃飯、餐廳好了 就是小班牙跑來跑去 我發現台灣的爸爸媽媽 不太會罵小班牙 我覺得這個OK 但是就是因為小班牙 小班牙很不懂 有一次 太誇張了 就是一個高級餐廳 然後是一個小班牙跑來跑去 所以就是鬧啊哭啊 然後就是 因為小朋友是他就不懂嘛 所以就是剛好 就是他的爸爸媽媽在隔壁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 可不可以就是 他我就好好講 結果他說 超級大聲 那個女生就很有氣質喔 但是就是突然 過來 你過來 我找你 不然跑來跑去 你知道嗎 你看 這個怪怪子子生氣了 他講得沒錯啊 對啊 就是你害了那個小孩 因為你已經在抗議了嘛 對 那我們當然要責備兩句啦 不然那個小孩每天多快樂啊 就是你害的啊 對啊 來這邊啦 我們來看少俠 學生在教室睡覺 就是沒壓力才睡得著啊 好放鬆啊 沒有 超放鬆的 是學生難得放鬆 因為我覺得台灣學生 真的太可能了 真的 因為他們早上很早就要起床 然後到晚上都很累 我之前在教德文嘛 那我每次進教室 就看到學生都在桌上睡覺 我在德國不太會看到這個畫面 因為我們德國可能下午一點半就下課 回家就可以玩一玩 那麼早 對 下午一點被啊 真的 每天都這樣 在歐洲學校是這個樣子 沒有錯 台灣學生就是可能 剛才下高中的課 晚上還要補習 補習德文啊 英文什麼 那我每次進教室 他們就很累 那我也不能怪他們 我覺得他們很可憐 但是我也很希望他們可能 德文就是再積極一點 因為我也不想浪費他們的時間 他們的錢 所以我跟其中一個學生說 我發現他可能每個禮拜 都沒有好好背單字啊 我跟他給他一些建議說 那你可不可以在家裡 有在家裡多聽一些光碟 他們的課本裡面附一個光碟 那他說不行 我住在宿舍 學校的宿舍 那我覺得那個學生特別可憐 有一些台灣的學生 他們不像學生 他們是那種 監獄裡面的犯人的感覺 所以他的宿舍呢 我說那你要不要在那邊聽光碟 他說不行 我在宿舍不可以用電腦 然後我說那你怎麼讀書 他說一定要去圖書館 我是看書 他們不能上網 不能... 我說這樣子做報告怎麼辦呢 他說就只能看書 我說 哦 哇 那你可能就是 每天都看課本好了 他說 可是他每天要考試 會不會他其實就是不想學德文 那我都會一開始 但是他... 我很相信他是一個很乖的人 很乖的學生 那他就說每天十點就要關燈 十點就要去睡覺 那十點前他就會準備 隔天每一個其他科目的考試 所以他 完全沒有時間讀德文 所以他不會進步也完全不能怪他 我覺得好可憐啊 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就是學習自己想要學的東西 對 我跟少佳講得很對 有時候你開車看台灣的學生 過馬路下課的時候 每一個 笑起來都不快樂 醜眉苦臉 都醜眉苦臉了 因為想說又要回家了 家裡好可怕 那是你 其實是你 台灣的學生是上到 比如說四、五點 所以他們中午需要睡午覺 那德國或是其他國家是 學生沒有睡午覺嗎 沒有 沒有 嘿嘿嘿 好 五分鐘看一次手機 對 我覺得很多台灣人他們的壓力 大到他們無法活在當下 就是活在當下 對 講得會不會太嚴重了 我覺得就是也來自於就是上課 你知道當下是什麼意思嗎 現在 好 會 現在 現在 所以呢 我就覺得也像就是你在念書 你一直也要去念書 沒有很多時間可以跟你朋友聊 真的面對他們聊天 然後很多人都習慣用手機 那比方說你做解約運 你要畫手機OK 夢多在這樣畫 你要畫手機OK的 喂 為什麼 沒什麼價值啊 對啊 沒有 但是 比方說 我去那個春娜的時候 不就是以大堆朋友去玩 然後有其中一個台灣朋友 一直在畫他的手機 我說 你幹嘛 我們來到這裡就是要玩 要嗨啊 你幹嘛一直畫手機 是不是網路上的妹比較正 有 不是 那是因為他在玩Pokemon吧 他又抓那個 Pable 拿什麼沒有Pokemon 他就說 我就想看有沒有人找我 我說 兄弟 我們來到這裡已經找你玩了 你跟我們一起玩啊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們玩 我們來看看任翔 任翔覺得台灣人哪裡壓力很大 走路好像在跑步 那日本不是跟那個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真的 我不知道是怕無聊 或者是他們不喜歡在一個地方太久了 他們一直要跑來跑去 所以就要在街運上 然後我就是要等那個 就是要上車 然後很多人 要讓先讓那個下車的人先下車 對 排隊 所以很多人是急在 然後我覺得很誇張 非常好啊 然後我覺得 如果是拼熱 你就是趕上班 或是下班 我覺得OK 可是週末也是 很多人只是跑來跑去 然後這個 他後面會不會有警察在追 有可能 可是其實我覺得台灣人就是 是拍的 把他們的行程拍得太滿了 真的覺得太累了 他這樣我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那個美國人的想法 因為我發現Justin只有一天拍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事情 就是半個小時 都說 我沒電話 我沒電話 不是這樣子 不是 真的 比方說 可能他那天晚上可能要功夫 要練習 我說早上要不要去健身房 我睡了 要不要去哪裡 不行 我晚上有功夫 他就是... 還是說這是美國 因為你美國第一大物博嘛 所以你一天只能拍一件事情 所以難怪有一句俗語就說 我沒有這種美國時間 我覺得我才沒有法國時間 法國時間才多 法國人時間才多 買個餐飲 可以排一個半個小時這樣子 夜排 法國確實是真的 因為他會在聊天 到底聊什麼 後面肚子很餓耶 你聊什麼 對,像上一次我跟小禎 我們有去法國過一次 然後呢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 或者在其他地方 我們去旅遊的時候 一天要當三天來用 對 很正常 要逛、購物、買衣服什麼的 對,那個行程拍得不夠滿 還不想參加 但是在法國 他的時尚品牌之都呢 在巴黎 就好像台北的東區一樣 你一進去之後呢 你會感覺到 他們 那服務生呢 一來就先 很高檔的香檳哦 然後就跟你聊天 跟你講 然後跟你... 他就當作說 他自己是一個設計師 他是設計師 他要幫你設計 你身上應該穿什麼會很好看 是哦 這是法國人的 然後呢 我們就發現一整天一個下午 都在那一間店度過了 真的 就這樣 太浪費時間了 但是他們很專業在服務 是很時尚的角度 你知道法國 樹懶之都啊 我跟你講 他們每一份結個帳 也可以超慢的 我覺得 怎麼知道呢 美國人很簡單 譬如說一個公園好了 好 一個公園裡面 請允許我把 麻煩你這個 可以 我們會嚇到嗎 不會 不會 你屎咬周圍哦 怎麼那麼亮 簡直是兩個人耶 什麼叫兩個人 完全認不住 你剛剛戴上墨鏡在講巴黎 我們還沒有FU的 你一脫下 我們絕對在淡水耶 淡水的巴黎嗎 對 我要講一下美國人 美國的朋友 公園裡面 你們喜歡晒太陽對不對 對 是這個嗎 OK 我們一般來講 公園我們要運動啊 跑步啊 遛遛狗啊 或者是呼吸一下空氣啊 美國人不是 直接在草地上就躺下來了 晒太陽 沒有啊 對啊 這有什麼不好啊 對 公園就是要去放鬆 不是跑步啊 忙來忙去啊 你在想什麼 對,但是你晒太陽 你知道你們男生、女生 一對情侶在那裡晒太陽 一晒就晒一整個下午 戴墨鏡 然後還看小書 對 看書其實根本沒有在看 有時候晒著 晒出一條人命耶 對不起 很多啊 你晒出一條人命 很多 是他被晒乾了 還是多製造的一條人命 多製造 就是情不自禁了 你知道嗎 也不顧... 公眾場合你也可以 不顧旁人的眼光 有啊 我認為有一個很誇張的地方就是 女生多半還會... 就是穿比基尼嘛 好 然後會翻身過來想要晒背後 然後比基尼 他只是一條線 他要把比基尼那個線給脫掉 打開 然後晒太陽 我想請問你 那條線沒有晒太陽 有差嗎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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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你 按出去就可以 你站在那邊觀察他多久了 他說他晒了一整天 所以他就看了那個戲碼 一整天 我在這裡必須要澄清 因為我們是從這個公園過去 到回來還注意到的 然後... 他在慢跑嘛 他有講啊 我在運動 繞著那個公園慢跑嘛 我運動 還是繞著這個女兒慢跑 沒有 我在運動 然後我到飯店之後 我再下來 他還是... 還是一樣他 奇怪哦 他晒太陽 他這個線要打開來 是 對啊 很好啊 我沒有錯給你看 那一條線有差嗎 你去晒太陽 你墨鏡要拿下來 不然你這會有一條 對,重點就是那個女生 他墨鏡沒有拿下來 還趴著還是這樣 那他手就這邊會是白的啊 對啊,所以他為什麼要 那一條線要拉開來 有些你們不懂 這是對我們外觀來說 這是不是浪費時間 就是一種 比方說我現在一副店上班 一店到兩點 我們要吃飯的時間 午餐的時間 那我們很快去買吃的東西 去公園 然後躺著一起聊天 看書、聽音樂 都是休息的時間 可是你們在台灣 你們去五分鐘 就... 然後去上班 拍個家自拍 然後走了 對 不是,但是我懂 我懂辛龍哥要表現的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有一些 我們台灣人的壓力 是來自於你們外國朋友 帶給我們的 所以投擦了 因為投擦了 為什麼 我舉例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我舉例 明明意思差很多 你就只在突然表現而已 我舉例 比如說因為我最近常去花蓮 然後因為我們在花蓮 開了一個燒烤店 我們那邊吧台就高腳椅嘛 一般高腳椅 其實我們也很會做 然後我們就是腳要稍微纏一下 因為高腳椅比較容易摔下來 女生腳比較短的話 可是你知道外國朋友 就是酒喝下去之後 一杯、兩杯之後 你知道他們那種糾纏 你明顯的看出來 他不是為了怕摔下那個高腳椅 他那個 然後你知道我們台灣人 就已經比較害羞 我們風俗民情你知道 我們就已經不太好意思看了 那個腳大概是怎樣 你跟辛龍哥示範一下 大概那個腳 我覺得方便可以腳長一點 來,可以示範一下 不是,這個 我們腳這麼短的話 好像纏不到哪裡去 不是,他們不了解 我已經結婚了 沒關係啦 小燃哥,你可以啦 那也沒問題 小燃哥 兩個高腳椅這樣做的話 一定是... 等一下,你要先打開 你不打開我怎麼纏 你要先打開 你打開 再開一點 然後就比如說 這邊就會這樣扶過去 然後... 有類的 是類的 對不起,我小太膽 其實... 然後整個... 就交疊在一起就對了 然後上半身一定也是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一個那個... 然後啤酒就不知道怎麼喝 然後燒烤幫我怎麼吃 啤酒可能是這樣子喝 沒有,這是台灣 這個太落實了 你給我什麼溫地 對啊,沒什麼溫地啊 你給我什麼溫地 你給我什麼溫地 我們臉紅心跳的耶 這個在台灣不行吧 對 為什麼不行 好嗎 早知道進珠龍的耶 這兩碗在花蓮 進珠龍都講出來 這個要去村子口洗門風啊 真的 對啊 我們來看金敏哉覺得 台灣人壓力大在哪裡 常常說沒有錢 那是講廳啊 台灣人常常說沒有錢 因為我在夜市工作嘛 我對很多人是 他們幾乎都有白天上班 然後晚上還要來夜市工作 然後我問他 為什麼你們到底那麼多錢 要那麼多錢呢 他有一個朋友說他有小朋友 他要付小朋友的學費 對 OK,還合理的 然後他要... 但是台灣有一個問題是 他們很愛買保險 因為買保險 我現在不能吃我想吃的 不能出去玩的話 為什麼買保險的 對 讓他們閒 不能出去吃 買保險 為什麼不能吃 現在喜歡吃的 因為錢不夠了 沒有錢了 而且還要來夜市上班的話 沒有時間配小朋友 要打兩分工、三分工這樣子 伊朗克根本沒有保險公社 我們沒有保險公社 是誰 你怎麼放棄他們也開保險公司 因為在伊朗克開保險公司 一下就倒了啊 對啊 兩秒就倒了 就咬了一個禮拜就倒了 對耶 假單隨時都會來,所以...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是愛買保險 因為那個保險 其實也是存錢的一部分啊 韓國人的話 如果我有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錢的話買保險 但是台灣呢,先買保險 然後剩下的錢買東西什麼的 我說我們台灣人說的沒有錢 不是真的沒錢 妳講得太對了 是我們真的都在存錢 我覺得存這一筆錢 你有可能之後碰到什麼大事件 或什麼事情 你要用的時候用得到 可是我就無法理解 因為外國人好像幾乎都不存錢 是 對 為什麼你們不存錢 因為像我有一個 就是也是華人的朋友 但是他可能從小就在國外長大 然後我們常常每次聊天 他幾乎每個禮拜都在出國 然後我就想說 他又不是家裡很有錢 也不是賺特別多 為什麼每個禮拜都可以出國 而且都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他是有在上班 他可能一到五上班 然後五一下班他就飛 就飛去玩 然後玩了 玩到禮拜日晚上再回來 可能在國...海外有另外的打工 沒有啦,不是 他就花費了 他就玩到禮拜日再回來 或者是禮拜一的白天 再回來接著上班 要去問他說 你到底哪來那麼多錢 可以一直出國 他就說沒有啊 因為他就是喜歡這樣子的生活 所以他就是每個禮拜賺了多少錢 他就去花掉 很好啊 對 你不覺得停賽很好玩 好,我問一下 各位行男有在存錢的請舉手 有在存錢的哦 存錢哦 有 你有萬風多哦 有啦 不好意思,少俠 你哪來的錢 我每個禮拜存一百塊不行哦 好啊 這個觀點 對啊 對,雞殺城塔慢慢存也是對的 對 台灣跟比方法國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台灣人不會在他身後 當前的生活 他們的生活為了 他們都在想未來 以後的事情 我們不可能在法國就是還錢 就是馬上要旅行 要去玩 我在當下 因為你不知道就是可能 明天發生什麼事 對啊 所以我可能二十... 大概三十歲會開始想 可是二十到三十 我們要玩 我們要旅行 我們要更是 比較有的是開心的生活 比方不可以哦 我們要開始想想 我們以後的事哦 你們沒有未來 他剛剛有舉手啊 他已經開始存錢了耶 沒有,如果你現在有錢 然後你想賣一些東西 你現在喜歡的 但是你都存這個錢 然後現在沒有買 然後你長大之後到一個年紀 一定你不會喜歡這種東西 所以就沒有什麼機會 享受你直接想要的東西 譬如說現在你有力氣可以去旅行 難道 然後很多地方 你已經不喜歡去那邊了 對 所以其實你們都提倡活在當下 但你十十歲要去旅行 已經不好玩啦 對啊,十十個不好玩 不要這樣攻擊 辛龍哥他們說四十歲就不好玩了 你覺得... 他以後我四十歲人生才開始耶 對啊,一樣到底是... 其實我兩邊都了解 我覺得是... 可能大家覺得說外國朋友工作 賺錢不積極 對 然後只是說月光族這樣 這個月的錢就花光 然後再下個月再賺 然後又花光這樣 其實我個人不以為然 尤其是美國人 怎樣,怎樣說 我結婚的時候我去夏威夷 對,我們看到你去夏威夷 才知道原來你賺那麼多耶 幹嘛 你管我 夏威夷結婚很貴耶 才知道有存耶 好貴哦 這三十年來我作秀賺的錢 我都存起來啊 對啊 我前前後後 我一個人去 我英文能力也不是很好 對夏威夷的環境更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老婆想到夏威夷 去辦婚禮 我一定要達成任務啊 對 我去了之後呢 在夏威夷歐舞蹈 的這個... 所有的婚雇公司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哦 我就飛去了 就跟他們開始談 我就說 我一個很著名的歌手 什麼好意思 這種開場白 沒有,就是要稍微講一下 不然沒有開場白嘛 對不對 對,我要結婚 怎麼樣 那可不可以幫我 帶我去看一下 怎麼樣 他一天就帶我去看了兩個點 一個是... 一個是 不是 一個是那邊的監獄嘛 一個是他跟我說 差不多半個小時的車程 你們穿上禮服的話呢 很快那個長... 家常型的禮車 可以帶我們到那邊 半個小時 我說 他說而且那個是 珠蘿紀公園在拍的那個景色 沒有別人 好適合你們哦 很浪漫 真的 所以我想好,去 結果一坐到那裡 單... 單程就兩個小時了 差太多了 然後我覺得這樣不太對 然後一到那裡之後 又有動物的那個味道 那不適合新郎新娘 還有一些那個 半郎半娘的 不行,對 他再帶我到另外一個點去 他說這以前不得了 又花了一個多鐘頭 他說這個是呢 以前伊麗莎白 太累的房子 又有很快對不對 現在的屋主是誰 約翰屈服塔 我的天啊 我說太棒了,太棒了 然後我進去看之後 整個這個房子 一個別墅很大間 屋子裡面有游泳池 但是只有一間房間 問題是我帶這麼多親朋好友去 我們怎麼住呢 睡游泳池啊 不是 所以他變成他那個 又不能讓我使用了 對 我就非常困擾 那一次的時候 我無功而返 我又回來台灣 想什麼 想 一個多禮拜 我再去一次 我連續去了三次 一定都要你去嗎 他是新郎,他不去 對啊,婚禮一定要男生來辦嘛 對 後來我第三次去的時候 我拿到一個訣竅了 美國人 賺錢 非常積極 有嗎 還有拍的一套 譬如說,假設小梁哥 你是飯店的服務生好了 有在Cue我出來的意思嗎 可能是因為 還打了一個Ju Ju很適合 對,你好 我好成績啊 台灣是很著名的歌手 我認識你 你啊 你很重要 對 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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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選擇 要有這個 然後呢 小梁哥馬上就會跟 兄弟 兄弟,對 沒有問題 就會這樣子 就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然後呢 這個你這樣很有技巧性的 技巧性的捲句 然後呢 然後就很客氣的 然後就幫幫安排了 安排了 然後我為了要多用心呢 我只要經過飯店 一遇到小梁哥 我就 哦,兄弟 嗨 就是看到有穿背心打Ju Ju的 就發就對了 同一個 我的天啊 太開心了 太驚訝了 你們曉得嗎 這樣子 我一次就塞多少錢 多少 一百美金 因為婚禮是多麼的重要 我發現時間來不及了 那後來你有發現 跟我一樣 穿的衣服 有一百多個牌在那裡吧 沒有 後來大家都去買背心了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很低調 譬如說要車子 家常理車 是 那個已經是前一天晚上 我想盡的辦法 我老婆喜歡那個車子是 就是那個像海鷗一樣 翅膀打開的這樣 後來前一天晚上我找到 那個車主是老莫 是 莫西哥人 對 拜託,我需要這個車 我的天啊 MIGO 你可以做嗎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OK 對 OK,兄弟 OK,兄弟 OK 我愛你 就這樣子 我把婚禮 搞定了 花了多少小費 我其實沒有去算 還好你春了三十年 沒關係 但是 但是美國人是 其實小費是很 合情合理的一個 他們要看到小費才會 腦筋可能轉得快 以上就是 辛龍大哥在跟我們分享 他結婚壓力有多大的故事 這個 對 沒有,我沒有壓力啊 沒有壓力 你看我笑容多燦爛 我目標是沒有賺了三千塊 對啊 怎麼會這樣呢 像小費是 美國人他是可以 很自然的事情 生活當中 對不對 日本是絕對不收小費的 不可以 生氣耶 他們會生氣 我們會生氣 對 會生氣 像我現在也生氣 我好生氣,我三千塊了 你怎麼... 生起來 好賺耶 他也就覺得台灣人 壓力很大的地方就是 女友當眾逼婚 可能是他自己的例子 不是啦 我覺得台灣真的 台灣男生壓力很大 因為都是女生可以得壓力 然後 譬如說我之前有一個室友 然後他跟家王 跟男女朋友又不久 就是三年、四年 然後 他每次女朋友 就是在大家面前講是 我快30歲了 結婚什麼 他就一直講出這個事情 然後那個男生 我覺得很辛苦 然後他每天就是上班 就是上班到很晚 然後每天加班 然後就是我們其他的朋友 就是在出去玩 然後他在上班 然後就是女朋友 但是女朋友都出去啊 女朋友沒有在加班 然後覺得 這個店在台灣壓力蠻大 然後那個男生就是 他把錢分得很清楚 譬如說他一天把300塊 就是費用 就是他每一產100塊 分得很清楚 然後覺得超辛苦 那個女生是基什麼 還沒到30歲快要結婚 應該是父母 父母給你跟女生壓力吧 對啊 我覺得就是 父母就是給台灣的女生壓力很大 而且17歲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改善下那個 那個婚禮 然後為什麼你現在還沒找到 你想要結婚的男生什麼的 這個時候沒有很好 台灣的父母就這樣 從小他們就會給你一個觀念 就是女生 女生將來就是要嫁一個好人家 對 就從小就給你這個觀念 女生將來一定要嫁人 而且一定要嫁好人家 二十幾歲還沒有出嫁 父母就很著急了 對啊 你看Apple的父母多著急 我跟你講 我爸媽真的很著急 我媽甚至都會想要 幫我安排相親 我說真的 就是父母都會很著急 要包括我剛剛一來在這邊 碰到辛龍大哥 他就馬上問我說 你要結婚了沒 對啊 不是 因為我身邊也還有一些 滿好的男生是單身的 是 辛龍大哥其實我也擔心 我沒有要跟你聊天 不是,你已經幫到朋友了 台灣的女生 真的壓力會比較大 你可能朋友、親友 或是父母都會擔心你說 到底什麼時候要結婚 但是我真的之前也有聽過一個 是韓國人的壓力是更大的 韓國人的結婚壓力好像更大 因為我有一個韓國的... 也不是韓國 他等於是韓國 就從小韓國長大 然後的女生朋友 然後他也是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大家一起吃飯或什麼的 然後大家就會可能常常吃一些東西 可能如果價錢太高 他就會說那他不跟了 就不去 然後我們原本都想說 他到底為什麼要那麼省 然後有的時候也都要請他吃飯 然後有一次也是問他說 你幹嘛省成這樣 就是連吃個飯這種 有的時候可能吃比較好一點 他就會捨不得 然後他就講說 因為他要 我們就說你存錢要幹嘛 他說因為他想結婚 蛤 我說結婚 所以我說那你男... 因為他的交往一個很久的男朋友 我說那你男朋友就是也有 就是你們有說好這件事嗎 他就說有啊 男朋友也同意要結婚 連房子也買好了 我說那不是很好嗎 你就嫁他就好嗎 他說不是 因為在韓國的話是結婚 好像男生要負責買房 然後嫁妝是女生 對 女生要負責 等於是男生買了一個空房 但是所有的家具什麼什麼 都是女生要負責 那些是嫁妝 然後包括男方的爸爸媽媽的 那些可能結婚要用的韓服 或什麼什麼 都是女生要負 是哦 但是我跟你講 那些家具 總共多少錢 幾十萬而已 但是一個家裡一個房間 都是一千萬兩千萬這樣子 你們不可以這樣就比啊 我就在美國 我們就是從大概十六歲 對 我們就是要開始 靠我們自己要獨立 對 然後我們就是要開始上班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車子是還滿重要的 對 因為去哪裡都是要開車 對 所以你十六歲前 你還是要開始打工 存一點錢 因為爸爸媽媽不會買車子給你 我們也是很需要車子 這種車子 房子 而且在加拿大美國 你們更嚴重 學費非常非常多 大家都要貸款 然後買房子也是要貸款 車子 之後也有那個車子的保險 對啊 沒有爸爸媽媽會幫你啊 真的 台灣人我覺得你們真的好幸運哦 對 然後 像我二哥他現在剛買房子 然後也有車子 他的債務 大概一千五百萬的台幣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比較幸運 因為他的工作比較穩定 薪水比較高 那像之前我在一個賺天然汽油的工作 那些人他們必須要去工作 他們也要帶那個護藥啊 有人在吃直痛藥 但是他們也不肯去看醫生 因為他們必須去賺這個錢 工作 為了扶他們的房租貸款那種東西 因為不付的話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加拿大人 美國人 我們的債務因為很大 我們的壓力相對的也會非常的大 可以問你哥哥他幾歲嗎 他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 然後他明年也打算結婚 所以假上他還有付這個東西 但我們跟亞洲國家比較不一樣 我們就是會分一半一半 但是我跟你講 亞洲國家也是有壓力 而且我們是日本哦 就是我們的 像我們就是我日本 我本來就是在日本是 我的工作是跆拳道的國手 我們的社會 他們希望我到奧運 就是下一個目標嘛對不對 然後結果是我叫受傷 沒辦法到奧運的時候 他OK 就是你剛收到回 每次回鄉下的時候 每次都拆盤 下一個奧運加油加油 每個人都是幫我加油 結果我受傷 不能到奧運的時候回來 每一個人都不理我耶 就是 知道嗎 不是不理我 有一點 啊 回來了 然後他問我說 那接下來幹嘛 因為我爸爸是那個 在11院那邊工作嘛 算是有點就是國家幫忙的 就是他的地位 所以比較高 所有的人希望我去 當仙長 或許就是跟立委一樣的工作 因為這個比較容易 對我來的比較容易 但是我還是選擇 就是回來台灣嘛 然後有一個記者 就是說那個採訪我的事情 然後就是他認識我的爸爸 他講話超酸的耶 說 是哦 為什麼你不當人國家隊的老師 為什麼就是 就是你自己開刀 或許為什麼就是 去那個立委什麼什麼 阿傑 你現在在台灣 有前途嗎 我本來超想罵他 但是 我那個時候真的不紅 哦 欸 會嗎 講不出國 但是一個 也是一個動力啦 因為這時候就很可惡 所以我更努力 對 你好感傷喔 社會上面人家的眼光 這雙壓力很大嗎 蛤 你知道嗎 在伊拉克你走路都壓力很大 因為我知道怎麼會 炸彈下台 為你傻 壓力更大 伊拉克除了這方面的壓力大 應該其他的也是壓力更大 伊拉克女生比男生壓力更大 怎麼說 因為伊拉克女生 這個伊拉克人啊 所以我還是不了解 他們是 他們覺得女生 25歲之前沒有結婚 以前很乖乖的事情 25歲 25歲 比較早婚啦 他們都比較早婚 譬如說他們還沒 所以就是 大學還沒畢業是最後一年 還是更畢業 就一定要已經結婚了 然後就更 更妙的事情就是 他們壓力更大要生 就是生下來生男生 這有時候台灣人也有 也是要生男生 軍隊很需要男生嘛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沒有男生了 快沒有男生了 所以男生已經被殺了 所以就是他們怕 好可怕 然後我有一個表姐 好懲弱 好懲弱 表姐她 她已經又生了 六個女孩 哇塞 然後她一直在生 然後最近跟媽媽講 然後她說 你知道那個表姐是現在 懷孕了 又懷孕了 又想要男生 因為她怕就是 她老婆會去第二個 所以又男生還女生 還不知道 但是剛剛懷孕了 所以她已經有六個女孩 我覺得太多 那你為什麼這樣子 可是台灣現在很多也是 想要生男生 對啦 有沒有在以拉克女生出去的時候 不能看別的男生的眼睛 不能看別的男生 不能跟男生握手握手 不能看別的男生眼睛 如果我買東西就知道這樣 請問我買 可樂兩瓶 謝謝 男生不會看到 你就是覺得 有一點就是 不好的心 就是男生對女生的 就是壓力太大吧 對 我覺得女生在以拉克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女生很大 而且很多很多家庭 就是他們真的很壯通 在以拉克還好 就是譬如說在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女生一個人不可能出去 就是老婆還是女兒 老公她不會任意一個人出去 一定要被她的個個 還是被她的老公出去 我覺得他們壓力超級大的 真的 好可憐 就是好像你就是被控制了 沒辦法出去 講那麼多 總有一些紓壓的方式嘛 對不對 各個地方有紓壓的方式嗎 韓國有一個最近很紅的地方 我們叫車子電影院 這好可愛耶 這個啊 這個家的 美國很多 好棒耶 對 這個我們可以直接 把車子開進去裡面 然後在車子裡面看電影 他們不會用那個電視的喇叭 這個地方有他們自己的那個電台 所以你在車子裡面 可以聽 就是轉到那個電台裡面 很好耶 才可以聽得到那個 像廣播電台一樣 他不要吵到別人 對 因為有的人去 他不想看電影嘛 那就是冷啊 對啊 然後而且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 車子裡面是我們社群的地方嘛 對啊 所以我們可以躺著看 或者是吃東西啊 有一些那個... 對 對,有一些親女就是... 對,很不錯 台灣好像也沒有這樣的地方 台灣的舒壓好像幾乎就是夜唱吧 對啊 對啊,像他舒壓就是不回家 一直抓半個 回家 每天都回家 這是小樑他個人感情上的問題 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 而Friends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